那么用小臣的方法只求自利而不能利他 这个心形不能往生 念佛也不能往生 真正能念佛往生的 一定要发愿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一定要回到娑婆普渡众生 这个条件才行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避难所 不是去享福 是到那里去成就道业的 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有成就道业的机会 你可不能放弃 为什么呢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起来很清楚 娑婆世界修行一听 敌得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 所以修行真正成就 在娑婆世界快速吧 西方世界修行很缓慢 就是那个地方修行的环境好 没有什么障碍 进步很慢 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叫大起大落 你要是起来 那一下就提得很高 你要是被淘汰 也要淘汰得很快 这个地方叫大起大落 你如何能保持大起不落 所以你晓得西方净土有三 这个四土三杯九瓶 为什么我们不取最高的那个境界 为什么不立志去求射包专业 上上平瓦森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一生可以修成 到极乐世界 那就要很多结了 不是短时间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佛都给你讲清楚 要不给你讲清楚 到极乐世界 你会拜阿弥陀佛 所以我世界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叫我到这来 让我要造这么长的时间 佛统统讲清楚 由你自己选择 不过极乐世界是稳当 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但是进步很慢 这个四十状况都要晓得 然后你看这个华言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尤其是现在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靖心平刚刚讲过 靖心平里面 为什么顺利境界到菩萨面前 修行人面前 全都摆平了 那就是 心能转进 这是任远远经上所说的 若能转进 则同如来 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会修行的人 就像华言经末后五十三餐一样 这个是 深夜才给我们实现 我们要知道学习 它在 顺境里面 上岸园里面 修什么呢 不生贪念 那是会修行 在密境这卧园 修 不生成会 你这个贪嗔词从哪里断 要在境界上断 那是真断 境界不限勤 就是你找一个深山 找个洞 去住去修行 跟外头不接触 修上三十年 心体很清静 修得很不错了 再下来的时候逛一圈 马上就乱掉了 我说 没经过考验 你到深山里面 那是躲避 躲避不行 你要勇敢面对现实 在现实境界里面 断贪嗔痴 这是这个 就断烦恼吗 与一切 这个DVD的 贫鉴者 不生傲慢 那些人 见在面前的时候 我要不生傲慢 无论什么境界 确定是对治你烦恼吸气 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觉察 你能不能受应 这个太重要了 那么一般凡人 习气很重 顺境 他就起贪心 生烦恼 卧元 他就生成会 见到这个地位高 他就觉得自己 很卑微 我们家的心 他有自卑感就起来 觉得不如人 见到比他低的时候 他就傲慢 这就叫造一夜 佛教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 修平等心 修一心不乱 这个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那是尽宗修心的标准 无论是诵经 念佛拜佛 通通一个目标 一心不乱 二心就乱 二心 齐心动念就乱了 一心是清净心的 三心二意就乱无了 我们在境界里头 要知道用功 用什么功夫 怎么个用法 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所以 年轻人应当要发大心 要真正好好的学佛 学佛 无论是什么身份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通通都是菩萨 都可以行菩萨道 不一定要出家了 那个五十三餐里面 很多菩萨 现在都是在家乡 甚至于都不是学佛的 还有学外道 那全是菩萨 都是做出榜样 来跟我们看 告诉我们 大乘法应该如何修学 那我想想 我们是什么身份 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可以找跟你相似的 你跟他学 你就知道怎么学法了 五十三位善之实 性别又男女老少 职业过行归 你看哪一个行业 它表现的是怎么个学法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 可 我 感谢观看